10月16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2019年,也是其任内第三份市政报告。 报告以珍惜香港、共建家园为题,聚焦房屋、土地供应等重点领域,并提出多项具体政策。 林郑月娥指出,房屋是香港社会目前面对最严峻的民生问题,也是部分民怨的根源。 在市政报告中,他提出多项短中期支援措施,包括大幅增加过渡性房屋项目,预留50亿港元,在未来三年可供提供1万个单位,以舒缓居住环境恶劣和长时间沦厚公屋家庭的压力。 通过先进津贴,为非公屋、非中原的低收入住户,包括沦厚公屋人士提供支援。 我现在提出以下短中期的支援措施。 大幅增加过渡性房屋项目,在未来三年合共提供1万个单位,以舒缓居住环境恶劣和长时间沦厚公屋家庭的压力。 这些单位除了建在短期空置的政府土地和公共设施外,也会在私人发展商借出的土地上进行。 我们也会继续推展特设为满足青年人短暂住房需要的青年宿舍。 其中属于两个项目的1760个单位,将在未来两年落成。 另外有五个可以提供大约1600个单位的项目,也都在进行当中。 其他措施还包括邀请香港房屋委员会研究重建房委会旗下的工厂大厦为供应房屋,特别是增加出租公屋的供应。 加快出售39个租者置其屋计划屋村中约4.2万个未售出单位。 运售更多正在新建的居屋和绿表置居计划单位,放宽由香港暗政保险有限公司为首次置业人士提供九成暗阶保险的楼价上限等。 土地供应方面,林郑月娥表示,特区政府将以多管齐下的策略,努力增加土地供应。 我提出的土地供应施政方針是由政府主导用地和基建的规划,并为确立的公共用途收回所需的私人土地。 等市民看到,无论是短、中、长期开拓的土地,政府会全力以赴,土地是为民所用。 具体来说,我们会加快规划,然后运用收回土地条例和其他适用的条例,收回以下三类私人土地作百分百公营房屋和守治,以及相关设施的发展。 根据报告,特区政府计划未来增加超过1000公顷的土地供应。 随着收地工作接踵而来,目前已知会收回的私人土地约700公顷,预计其中400多公顷会在未来5年收回。 此外,市政报告还推出多项改善民生措施,例如照顾有特殊需要的儿童,以及将学习津贴、恒常化等。 市政报告中还建议全面调高在职家庭津贴金额,加快把地区康健中心服务推广到全港市罢区,以及提出三项舒缓交通费压力措施等。 为应对香港经济领域重大挑战,市政报告提出,特区政府将在把握一带一路及粤港澳道源区发展机遇,支持香港企业拓展市场,鼓励创新及科技,为中小型企业疏解压力,推动诸多产业发展等方面采取措施,以促进香港经济发展繁荣。 除了尽快落实在过去两个月宣布的一系列支援措施外,政府会因应情况在有需要时推出其他协助企业和市民渡过难关的措施。 林郑月娥强调,大家必须放下分歧,停止攻击,以共同恪守的价值重新启航。 一日香港仍然处于争端不解,暴力未止,对立不和的境况,香港无法走上复和之路,大家亦都对前景失去信心。 我们必须逆转目前悲观的情绪,以及制止破坏秩序的行为。 大家必须放下分歧,停止攻击,以我们共同確守的价值重新启航。 只要我们坚定信心,确守一国两制原则,依法压止暴力,尽早恢复社会秩序,相信很快会见到风雨后的彩虹。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